当天下午3点,台胞出示台胞证在台胞台商接待区登记核对信息,填写知情同意书,测量体温等流程后,便可领取社区标识,前往台胞接种绿色通道,护理人员取出新冠病毒疫苗,并介绍了疫苗的有效期等信息,不到5分钟就完成了第一针疫苗的接种。 打疫苗的流程下来的话,我觉得非常的便捷,从心里面还是非常非常的感谢,因为这样的话,我们才可以安心的到各处去出差,去打拼。 像我们也要,就是无时无刻的,可能全国到处要飞来飞去,要工作嘛,那其实打完第一剂疫苗之后,像我明天还要出门,我自己心里就踏实更多了。 台青,乌成祥表示,能同等享受疫苗接种,真切感受到了两岸一家亲,对于大陆疫苗安全性很有信心。 有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关注跟关怀,有这样的一个行为,我们觉得说,那我们切身的感受到像一个家一样的感觉。 那我也在这边呼吁说,还没来接种疫苗的一些台湾同胞,台商,台青朋友,能尽快来接受疫苗。 台湾地区目前疫情蔓延,疫苗严重短缺,在下台胞也呼吁民进党当局,不要再搞政治防疫,正视台胞的急切期盼,尽快让台湾民众使用大陆疫苗,度过岛内的困境。 我的家人跟朋友都还在台湾,那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讯息的反馈出来,我觉得是一个很温暖,很真诚,很真实的一个反馈。 我们自己在这边看那么久,他们对疫情的一个处理方式,包括普筛,然后打疫苗,他们都规划得非常好。 他们应该也很想打,可是没办法打,对,那是政治问题。 据了解,目前厦门狐狸区已有三分之二的台胞在大陆施打了新冠疫苗。 未来一个月,厦门狐狸区台港澳办联合狐狸街道康乐社区, 还将组织第二批、第三批台胞接种,确保更多的台胞加入疫苗普中群体。 东南卫视海峡卫视记者蓝丽珍、刘三文,厦门报道。